《一阴一阳之味道》 这个一阴一阳之味道 它并不是说一个阴一个阳 那么合起来就叫道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自然的变化 各位没有发现 世界上万事万物 不外乎四个字 自然孕育 但是它背后有一个道理 那个道理它是永恒不变的 如果那道理一变 那就每天出不同的发样 那社会还有持续 那我们对自然还有信心吗 《一阴一阳之味道》 告诉我们 自然的变化就是阴阳之道 以上 《二阴一阳之味道》 电视频道 就是阳之味道